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佳一炳东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张诗外这种场景的效果图 这张效果图是VV官方所发布的 也就是通过3DMarks和VV结合 选出来这张图 其实我们今天用Romi来进行 领摸它的时候 肯定不能完完全全做跟它一模一样 因为Romi它有它的局限性 对吧,包括它的材质,灯光等等方面 还没有达到像3D那样真实的效果 但是Romi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它简单易动,即时炫耀,操作简单 我们有时候操作它的时候就像玩游戏一样 包括现在的,我们甲发 对于这些图它比较理性 所以说现在设计师对于看图 都是基本上用Romi做的比较多一点 对吧,首先今天我就带大家来领摸一下这一张 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个Romi新的场景 我们接下来导入这个模型 对吧,导入这个建筑的模型 好,我们导入这个建筑的模型 比如说导入一个打开 好,放到这 好,导完以后 大家看,这个模型是有的 对吧,好,我们首先 导完这个模型过后 我们首先第一步干嘛 还是同样的,先构图对不对 好,构图 找到这个场景,我们先构图 对吧,首先构图 好,构图很重要 我们首先拍照模式,找到构图 对吧 好,我们差不多 给它拍一张 因为我们拍啊 拍第一张的时候 肯定不一定正确 对吧,好,我们想让它变得 就是正确过后 我们后期还要进行 多方面的去调整 好,接下来 拍完过后呢 我们加一个什么呢 照相机里面加一个两点透视 好,大家看 加个两点透视 好,接下来两点透视 好,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对吧 调整一下,调整在合适的位置 好,现在我们先 保存这种 场景 好,保存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圆图 对吧,差不多 差不多的感觉 好,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步就是 进行什么 场景的配色 对吧 好,配色呢 那我们首先只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一个 关于里面的太阳 对吧 关于影子里面的太阳 好 我们添加一下太阳的高度 好,我们出来啊 看一下 好,进去 好 好 好,差不多这样 好 整个场景轮差不多是这样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啊 开始把这些场景当中呢 这些材质进行替换掉 对吧 把材质进行替换 或者是进行什么修改 好 首先这个材质呢 我们进行啊 选择 这个浅呢 好 我们下来进行 稍微给它 来一点光泽度 好 这个黑色的这个 稍微给它来一点光泽度 好,不要太好 太亮了 然后反射呢 稍微给一点点 好,底下有一个什么呢 风化 风化我们稍微给一点点 好 风化稍微给一点点 好 找到木材这种风化 给一点点 好 大家看啊 风化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给少了 它就没有 给多了你看 它就有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会产生变化 对吧 关键 边边角角的地方 它会产生变化 然后呢 我们加一层叶子 对吧 好 叶子呢 我们 类型啊 我们给层偏绿一点 这种叶子 爬上湖的感觉 对吧 好 大家看这个叶子也有了 还是比较好看的 对不对 这就是糯米巴 所带的新功能 还是比较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点到这个 好 稍微呢 给它 光泽呢 稍微降低一点点 好 反射定呢 稍微降低一点点 走速呢 稍微降 加一点一点 好 加来有了这个过后 加来呢 我们可以再加个什么 风化 加一点点 风化 好 加来呢 我们 好 有了这个过后 整体的基本上 调的差不多过后 我们接下来呢 还是返回到这个 拍照模式 好 下来这个场景有了 过后 下来啊 我们呢 开始啊 匹配它的配景 对不对 好 它的配景还是比较多的 好 我们下来怎么办呢 配景比较多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啊 在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首先啊 首先呢 把这个D型呢 前面的这个D型呢 稍微给它加一点点起来 对吧 好 我们首先 找到高度 好 稍微给它 D型给它 回一点起来 好 回一点起来 然后呢 给它 稍微平滑下去 好 差不多有这种感觉就行了 好 这个有点高了啊 我们稍微给它 往下 压一点 好 将来有了这个过后啊 我们将来现在 现在就是D型有了过后 将来呢 我们首先啊 好 做室外场景的时候 尾巴呢 先从 远处 开始做 然后到进处 好 远处这些 先从这个 远处 这个建筑后面这些树 开始先做 进去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引进去 我们 找到植物 找到合适的植物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些 比较合适的植物 比如说这个 对吧 好 我们给它 拉大一点 好 拉大一点过后呢 第一层我们重拿 不要太高 对吧 第一层重度不要太高 好 我们给它呢 复制一下 好 有了第一层过后 就很简单的 重上一层 好 重上一层过后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稍微翻大一点点 稍微翻大一点点 好 有高有低 对啊 好 好 第一层 好 第一层重完了过后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重第二层 对不对 好 重第二层 好 在重第二层之前 我们把这个啊 两点透视给它关掉 好 再重第二层 好 在重第二层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 给它复制一个出来 还是同样的复制 好 给它稍微再拉高一点点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退回来 退到这个 香肌四口这个地方 然后穿进一下我这里面去 准制它 好 我们准制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准的时候 它总是在 有时候你会准的 发现它不在一个平面上 对不对 我们怎么办呢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你看 它就会在一个平面上 对吧 好 就比较方便 对吧 稍微再拉高一点点 稍微给它再 不大一点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往里面去移动一下 好 接下来 比如第一个 然后按着 Alt键 然后再复制一个 第二个 然后再复制一个 第三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 放大 对不对 好 有了这几个过后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后面 后面这几个 是不是基本上 做的差不多了 对吧 好 做完这后面这几个过后啊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啊 再往后面进行 周围进行往上面补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照片 你看前面这一块做完了过后 然后呢 后面接下来往后面补 对吧 包括这个地方大家看可以稍微往下斜一点点 我们待会呢 要把这个进行操作一下 对吧 好 我们接下来呢还往后面接着做 好 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 好 复制到这边 好 有点像走 Z字形 对吧 路线 注意点 注意点 好这边也是 好的 好做完了这些过后啊 做完这些过后呢 接下来啊 还是刚刚那个 对吧 我们这边要往下走了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呢 选中中间这一个 看是哪一个啊 应该是这个 稍微小一点点 然后这个呢 稍微大一点点 你看 这边就从这 直接下来了 对吧 好 有了这些 我们接下来呢 后面你看 背景是空的 对吧 我们接下来 再注意点背景 好背景我们找到树层里面 找到 接下来呢 我们 稍微 身上了一点点 好 接下来呢我们做点背景 下来把背景给它做完好 真的这样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 到这个画面当中看一下 你看背景是有了 对吧 好 有了这些背景过后 但是这边好像缺少了一点点 我们把这边再加一个 好 有了这些背景过后啊 大家看 基本上背景都有了 对吧 好有了这些背景过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 后面呢 基本上先 到这儿 对吧 到后面我们再进行接的调整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前面 大家可以看 再到前面对吧 前面还有一排小树 对吧 好 这排短的一点的树 好 我们怎么去照它呢 好 接下来呢我们 再到这里去 好 我们 找到类似的树 比如说这个 大家看 有这个树 好 接下来 我们进行 前面的小植物的维和 对吧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植物呢 稍微给它 放大一点 好 接下来呢我们 放到这些树一树之间的 困形当中 对吧 好 我们再选择一个树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 背景这块呢 基本上就 差不多了 对吧 好 有了这些过后 接下来呢 我们前景这块啊 前景这块呢 我们首先 要把这个路给它什么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好 好 那过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啊 给它稍微 好 稍微留一下 给它稍微 修一下边 好 接下来有了这条路过后啊 当然有了这条路过后 我们呢 有了这条路过后 大家看一下 有了这条路 发现这一块稍微高一点点 好 接下来我们稍微啊 把这个地方呢 稍微再抬高一点点 走这个 稍微抬高一下 好 这个太棒了 稍微有了 好 然后呢 把这个语言留下来 差不多这样 好 稍微抬起来一个包 这个速度太棒了 给它稍微降低一点 好 这种感觉 你看这点斜的感觉 是不是有了 从这边斜上去 击过去是吧 稍微把这边啊 再降低一点一点 好 大家看就是有了 有这边斜下去了 看见了 好 接下来有了这些过后 接下来我们 开始什么呢 调整这个 我们呢 离我们近的这一块呢 植物对于前面啊 前景这几棵大的植物 我们进行 准植一下 好 我们首先 找到这些大的植物 首先 我们找到一个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植物 是吧 这个植物 给它做一颗 稍微弄大一点 是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找一颗这种植物 好 放到这 放到这 我们看一下 整体的感觉看一下 对吧 好 看一下这个 稍微要往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稍微要往这边 来一点点 对吧 稍微往这边来一点点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边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颗 对吧 好 我们再来一颗 好 我们来一颗呢 对吧 好 我们稍微往上 你动一点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三颗了 对不对 好 这边有三颗 对吧 这一颗呢 稍微往里面再走一点点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三颗了对不对 这边也是 好 这边我们接下来呢 这边 它 同样的啊 我们再给它 种植几颗 好 在种植这个之前啊 我们首先啊 在种植这个之前 我们首先 还是先种植一颗大一点的 对吧 这一颗 稍微大一点 对吧 好 不能稍微有点远 我又往前来来一点 好 然后呢 稍微 往后面稍微再远一点点 好 这个树呢 还是不好调整 大家细心一点 慢慢去调 对吧 这颗树呢 稍微再往后来一点点 好 这个树呢 还是不好调整 大家细心一点 对吧 这颗树呢 稍微再往后来一点点 所以说 也不能说 说怎么 呃 有一个什么尺寸什么东西的 不像建模 对不对 我们比如说 估算它下尺寸 它就可以动了 对吧 但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们一般啊 就是凭感觉 稍微移动一下 对吧 但是有一点点无差 也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这个都是临摹 对吧 好 差不多先这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扭了这个过后 接下来你看这边还有一颗 对吧 就里面还有三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站住几颗 对吧 好 找到这里面去 我们找一个 这种树 给它复着过来 好 这个树呢 稍微有点大 我们不要它 我们就还是用这个 好 稍微这样 我们还用这个 这个还比较合适一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找到这个树 给它 再两颗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两个也摆好了 好 放好了过后 接下来这边还有一颗 对吧 还有一颗 我们再找到一颗 好 找一颗 好 稍微给它 拿大一点点 大家看 这三颗都有了 对吧 好 有了这三颗过后 大家看 有了这三颗过后 大家看 大家看 有了这三颗过后 有了这个 嗯 最软的植物 放到这个地方 稍微放大一点点 移动一下 好 大家看可以遮挡足标 好 接下来先 前面这个地方呢 先做到这 好 接下来我们把中间这一块 对吧 中间这一块给它做了 对吧 好 中间这一块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啊 还是同样的 在这个画面当中点进去 好 你看还是这种构图 对吧 我们找到岩石 好 首先找到像这种类似 这种的 岩石 给它放一个在这 好 有点大 给它缩小一下 好 给它稍微往下 移动一点点 好 我们再进行 再接的话 这样 好 放的时候呢 稍微啊 给它旋转一下 好 给它再往下移动一点 稍微产生一点 跟一样的感觉 好 看到有一个 落差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选另一块 这一块 把它挖过来 还是有点大 把它收起来一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这个块 接下来再复这个到这边 好 旋转一下 好 稍微再往下拉一点点 好 接下来有了这个 大家看 大家看 前面的这个基本上已经做好了 对不对 好 做好了过后 接下来大家看 做好前面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还有植物给它维和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找到这个植物 找到草存里面这个植物 这个植物 给它维和一下 我们稍微升起来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有个小坡坡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植物进行维和一下 好 这个植物进行维和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到这个画面当中 你看这个植物就有了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植物过后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接着把这个进行复制一下 选中最小的 对吧 好 我们可以在上面接着再往上面放一个 放一个 然后稍微往后面移动一下 稍微往上移动一点点 好 你看这里面就大一点 对吧 好 大家看这个接下来 这个基本上都有了 对不对 还有了这个过后 大家看有了这个过后 我们还没有说完 对不对 还早 对不对 还有这些配景这些植物 对不对 好 首先这个脚上面呢 我们再给它重新做一次植物 好 这个脚上面 我们再给它做一个 比如说这种大一点的植物 放到这个滑角的地方 稍微往前 稍微给它分大一点 稍微拉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 大家看 这个到这里 这里 下来我回来 回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上面是不是有了 好 下面这个植物呢 稍微 这个植物呢 稍微有一点点 不和谐 我们给它 删掉 待会再进行 进行操作 好 现在把这个植物呢 稍微要往这边移动一点一点 所以 有了前面 我们再看一下 好 这个有了 有了这种感觉了 好 接下来有了这种感觉过后 我们还是重新选择一树植物 好 我们找到一树植物 找到一比较稍微小一点的植物 好 这点小一点的植物 放到这 好 稍微 放大一点点 好 我们再来 你看这个画面稍微好一点点 对吧 好 好一点过后 接下来啊 大家看不能把这个树给它遮住 我们往后面再移动 好 把它遮住 你看这样的感觉还是比较和谐的 对吧 好 有了这个过后 然后接下来呢 包括前面这些配景啊 我们进行自己进行加载一些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要是按照它那个去做的话 我们永远做不出来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不要求百分之百相似 但是呢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我们一定要做出来 对吧 好 有了 好 接下来我们 再看一下啊 这些都有了 是吧 好 接下来有了这些过后 有了这些过后啊 我们接下来大家看有了这些过后 接下来 再大一点 好 旁边这一颗呢 稍微也要给给一点点 好 然后这边呢 它有点啊 这边我们稍微给小一点这个这颗 稍微小一点点 让它有那种冲突的感觉 好 大家看有那种冲突的感觉 好 包括到这边的话啊 大家可以看到不到这边的话 这边我们再给它 稍微高一点点 是吧 遮短一下的关系 好 下来呢 我们有了这个过后 大家看有了这个过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稍微往后面再引一点点 这颗属 稍微往后面再引一点点 好 接下来大家看 整体的感觉 是不是 已经有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场景过后 把前面这些 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场景过后 现在还把前面这些植物呢 进行种植一下 好 前面这些植物呢很简单 我们就种一些 是吧 草就行了 对吧 好 我们找到一些草 比较合适我们的这些草 好 放到前面去 好 这个草呢 看一下效果合不合适 对吧 效果还行 但是有点 大 我们把这个散掉有点大 好 把这个稍微抽小一点点 好 好 好 最马上差不多这样 好 有了这个股货 接下来大家看 有了这个股货 接下来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花卉 对吧 花卉很简单 好 我们找到这些花卉 好 找到这个花卉 好 比如这个花卉 我们给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好 好 接下来有了这个花卉过后 下来我们用人群安置 这也是 露米8 出来一个人群安置 它可以什么 我们把这 一 两点特别的关掉 好 我们可以什么 各种方向的行动 对吧 你看 好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给它删掉 好 有了这些 两种花对不对 好 按住Ctrl键 你可以 你可以随便的去S型的走 大家看见了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好 好 你说我们再积极 好 接下来我们把随机拼一下给大一点 好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下来我们到这个视角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植物都已经有了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植物呢 白色呢 稍微有点不明显 因为这个阳光呢 太亮了 白色有点不明显 我们走到白色 好 这个白色呢 好 我们把这个 都给它删掉了 然后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单个的去复制 放置它 白色给它稍微放大一点 对吧 稍微放大一点 好 再来放置好了 对吧 好 放置好了 好 好 接下来放置好了 过后呢 我们接下来啊 稍微调整一下 照片模式大家看 这已经有了 对吧 好 有了这样过后啊 有了这样过后呢 我们有了这样过后 接下来呢 后期对不对 也就是它这些效果 对吧 好 我们首先把阴影打开 好 阴影我们呈现 阴影化的效果 大家看阴影化的效果 是不是要稍微小一点 好 阴影纠正 所谓啊 纠正啊 阴影效正的话 一般都没有差 我们亮度稍微 给高一点点 大家看亮度给高一点点 大家看啊 好 在糯米当中啊 如果要是像画面这种感觉 就是把这个影子给它去掉的话 像去掉影子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糯米当中是不可以去掉影子 这是一个弊端啊 糯米当中永远是去不了影子的 所以说比较麻烦 所以说把影子稍微停下一点点 再看稍微停下一点点 好 接下来影子 待会我们再进行调整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加个什么呢 好 有了这个过后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体积光 对吧 体积光 我们加一个 大概这样 大概这样的感觉啊 把这个样度稍微将近一点 好 大家看 哎 你会发现这个光感的效果是不是有了 当然看不出来吧 这光感的效果就有了 对吧 好 大家看这个光感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好 有了这个光感的效果过后 接下来我们再加一个什么呢 好 颜色里面模拟彩色实验室 对吧 我们加一个模拟彩色实验室 好 我们找到比较合适的这种 差不多 我们把往后调一点 平均一点 平均一点 对吧 好 平均一点 大家可以看 这种感觉平均一点感觉是不是比较合适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呢 再加一个按角 你看 周围是按的 上个按角 对吧 所以加一个按角 大家看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吧 好 加完按角过后 大家看 加完按角过后呢 我觉得 这个整体的呢 太阳呢不够亮 我把它调亮一点 好 调亮一点 然后把按角再加深一点 好 大家看整体的感觉你看 基本上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做这个的时候啊 我们用糯米做呢 它也其实也可以做出来这种效果 但是呢 这个效果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你看这种光感的效果 对吧 还是可以 对吧 好 这个树呢 稍微有点小 我再给它稍微提大一点 好 最后我们整体的再调整一下 这个稍微太大了一点点 再大了一点点 我们再谈整一下 稍微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现在这种感觉就已经比较合适了 各位同学 这张图呢 我们暂时先做到这样 如果大家呢 做这张图的时候 如果没达到这种效果的话 后面再放到PS里面 我们要进行PS的话 时间会变得很长 所以说呢 对吧 我们一定要通过Lumi 把它做到70%到80的下 然后再通过PS 给它合成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渲染一下 它的什么 还是一样的 α通道和材质ID 对不对 我们先拍一张照 对吧 拍一张照过后 我们给它 两点透视一定要开启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渲染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 本来是整个片段 我们点到单前拍摄 α通道和材质ID 然后进行渲染一下 我在这里也就不耽误 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我就不眩了 好 这些课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